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庞谈算用的Suga 又被骗的事情 昨天鸟术赛义 以新专辑的主打歌Date回归了 而新曲一公开 就在美国、日本、加拿大等 70个国家地区的iTunes排行 登上了一位 在韩国各大运营网站也登上了一位 YouTube观看次数不到一天就突破2800万等 反应非常激烈 而因为Date这首歌 是由庞谈算用的成员Suga 亲自参与作词作曲的歌曲 也出演了MV 甚至还拍了Challenge影片 所以更是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但是大家知道吗 Suga一开始只是想写歌曲而已 而Suga也在IG现实动台发文 本来只想写完歌就逃跑了 然后大家知道吗 其实Suga被骗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出道三年后的有一天 Suga说过这样的话 三年前Panxia PD说过这样的话 Suga你会变成跟One Time前辈一样的组合 不需要跳舞 只要稍微动一动就好 努力唱Rap就好 但是过了三年的现在 在音乐节目 我们的舞蹈最累 Suga看起来什么都不想做 但是让他做了就会比谁都努力 而且还做得很开心 Suga非常用心的跳舞 跟鳥树相比更能跳更好笑 我们永远跳舞了 我们永远好会跳 我们永远跟我结婚吧 真的有好感了 跟我想象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突然觉得好亲民 真的非常谢谢Suga把Suga骗进来 让我们能看到这么认真跳Suga 然后除了DD这首歌之外 Suga这次的新专辑也有与Cexie Sungqin Young Chiku Huasa Haiji Chisu Krushy等人合作的歌曲 所以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Kulun Kujunyuk的刺青 今天Kujunyuk的刺青登上了 韩国演艺新闻的热搜 根据媒体报道 台湾一家刺青店 在IG上传了与Kujunyuk的合照 在照片中能看到 Kujunyuk手臂上刺了一个王冠 而王冠里有大S许心渊的韩文名 Hewan 脖子侧边则是刺了 Remember Together Forever Kujunyuk是真爱呀 大发 哇应该是实际见面后感情更好了吧 在王冠里有名字刺青 应该就是女王的意思吧 赶紧给我们看与许心渊的合照 合照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她是Yuna还是Kristal 答案是Yuna 本来在想这也太Kristal了吧 竟然是Yuna 第一张很像Kristal 但后面都是Yuna 我以为是拍得很像Yuna的Kristal 大家都猜对了吗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